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世界是在转变的 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行业正在不断的去转型 另外的我们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做演变 世界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 这里面出现了三个场景 第一个是行业在转型 我们可能是从一个数字化再到智能化的一个变革 特别是深层式AI到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面我们在行业上面 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变化 最近我提的看到最多的是 AIGC这种技术的出现 是否可以取代人类 把很多的一些工作都给转变 另外我们积极增长的动力正在演变 可能我们是从传统的这种增长 转变为怎么去降本真效 这种环节里面 另外的就是我们的在全世界里面 其实再怎么变都是相互的依赖 像数据像不同的Data Center的一个融合 跟我们的业务打交道 怎么样子去更快速的去把这些 我们认为的这种商业的逻辑 能够快速的到达我们的整个实现当中去 这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 还有另外一块就是 当我们在做转变的时候 其实对于做开发者 对于一些刚入门的开发者来说 也是一个不少的一个挑战 为什么呢 因为从最早期 我们可能去学习编程技术之外了 还会去学习各式各样的一些功能 但是现在AIGC的这个年代 我们可能并不需要去写很多的代码 就可以完成非常多的工作了 那对于一般刚入门的开发者来说 是一个挑战 对传统开发者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怎么样子去转型 怎么样子可以让你能够迎接这个时代的改变 在里面的话呢 有一句话我觉得是蛮对的 机会是你的 你永远不可以 你的整个发展 或者是有很多的机遇 都是你自己把握的 如果你错过了 可能影响的是你以后的整个职场的一个路线 另外你要向人工智能转型 向我们的智能化转型 究竟你要怎么去改变 像传统的人工智能 今天我才中午的时候跟做了一个session 还是讲了相关的一个open AI的话题 你怎么样子去利用我们的人工智能 来去创造一个解决方案 特别是现在我们传统的人工智能 在我们的认识里面 你可能是要到数据 要到训练 再到测试这个阶段 但现在的话 人工智能是一个新的一个阶段 它已经具备了非常多的智能的能力 1.0的人工智能 它可能偏重的是人工 再到智能 现在的话 它的智能化已经非常的大了 智能大于人工之后 怎么样子去应对这种变化 我们怎么样子去做人机的对话 发送一些指令 给到机器来去做转化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面向未来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到 这里面会有一些数字 我们可以看到深层式AI的比例 从2021年不断的在跃升 到25年的时候预计 会有10%左右的工作 是用深层式AI来去完成的 现在AI谈到深层式的AI 必须要结合我们的D代码去做 为什么 因为深层式的AI帮我们解决的是 非常多原有需要大量附加代码 所具备的一些工作 另外就是我们在这个应用当中 我们可能要超过65%的应用程序 在2024年的时候 是通过D代码来完成 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不同的这种领域上面 我们在整个业务的产品上面 有了非常大的转变 以前你可能遭一个开发者 非常的值钱 现在的话 他可能只需要一个业务流程 非常专业的人去引导 我们的这个深层式的AI 去完成相关的工作 这也是我们的从中的一个改变 另外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 当我们去用了深层式AI之后 D代码怎么去把握 怎么去利用D代码去创造出新的价值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两块是必不可少 深层式的AI促进了D代码的应用的一个发展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从微软拿到的一张图 我就不翻译了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AI 在跟D代码的融合的时候 是不断的去演进 不断的去改变 像在19年 我们有AI Builder AI Builder带来的是什么能力呢 是我们原有微软认知服务的能力 它能够去帮我们去做一个桥接 引入到我们的Power Platform 引入到我们的商业智能应用领域里面去 另外还要去做的事情是说 我们的AI Builder 当时我们觉得还是非常的强大 因为对于很多的一些D代码的开发者 它只需要连接上这些功能就好了 但是还是需要一些场景里面去做一些特殊的训练 加上我们的Edge Machine Learning 加上我们的很多的一些业务来去做 这个时候对于一些业务人员来说 还是比较吃力 还是要依赖于我们的很多的一些传统的开发来去完成 到2021年的时候 我们可能去利用自然语言 把它引入到我们的Power Apps跟Power BI 里面的话 实际上它帮我们去做了几件事 把自然语言转换为我们的Power FX的一些公式 另外就是我们的Power BI Desk的Quick的创建 也是通过我们的自然语言去做的 你可以看到 当我们的AI从视觉到自然语言的这种转化的时候 不断的去把专注点放到自然语言之后 我们从我们的公式 从我们的现有的产品的这种整合 再到23年3月的时候的一个新的应用的一个融合 这些的话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特别是后面两个部分 2000年的3月6号到16号 我们的OpenAI给引进来之后 通过OpenAI的能力 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对话 对我们的很多的一些AI builder 进行了更加高级的一个升级 他可以去做深层式的这种语言的这种秒天的能力 另外他还去跟我们的一些co-pilot去做连接 我们可能早期的话只是通过自然语言来完成 但现在的话呢 完成一些公式 但现在的话呢 你可以用自然语言去用co-pilot来去引入 快速的去帮你去完成相关的一些工作流的一些方式 另外还会去通过我们的Power Automix 来去加强我们的整个自然语言 到我们的工作流上面的一些应用 你只需要去描述 他就可以帮你去完成更多的工作流 那就等于现在写代码 就不是去写C或Java或CSAP的这种语法堂的东西了 更多的是文字上的描述 加上AI的功能的驱动 让D代码更加的一个简便 可以说我们的D代码已经到了0代码的这个阶段 我们来看一下微软的整个Power Platform 它都是在我们的D代码上面做了非常多的设定 像我们的O365 像我们的Azure 像我们的Dynamic 365 还有单独的应用都具备了这个能力 像我们的Power Apps 它是帮我们做什么呢 Power Apps是帮我们去做跨平台的移动端的解决方案 Power Automix 它可能是一些任务流 跨扯式RPA 就是我们的一些机器人帮我们完成的事 像我们的一些竞销船的系统 像我们的一些业务流 像我们的一些跟财务相关的报表 都会通过Power Automate 结合我们的一些业务来去生成 另外就是Power Virtual Agent 这个是一个聊天机器人的一个场景 它做的事情是客服 还有咨识的查询 这些的话都是我们常见的部分 还有在我读书的那个年代 就会有的一个东西叫做Power BI 这个东西的话越来越强大 基本上在业务的分析上面 它的仪表盘还有我们用客户的洞察能力 都是非常的强大的 而在这上面的话 它结合了不同的东西 像我们可能跟我们的Data做连接 我们要想到的是商业上面的场景 我们要去对数据或进行连接 另外AI的场景上面 我们还可以跟我们的AI Builder去做连接 现在我们的Microsoft Dataverse 就是我们的数据宇宙 数据元宇宙 以数据为代表 大数据为驱动的一些工作 都可以在上面去做 另外的就是一些管理的工具 所以你可以融入到我们的D代码的 很多的一些场景上面 来去完成相关的工作 这里面大家会去想 在早期我要去顺服你说 现在用D代码 很多传统的开发者 他可能不太接受 他们觉得我用代码做的事情 可能用D代码都没有那么方便 但现在到了深层次AI这个阶段 D代码的发展 有了一个质的提升的时候 很多开发者开始去思考 我怎么样子去做转变 我一直在说 以前写代码是一个理工生的事情 现在写代码 可能你要机器完成你指定的目标 你必须要写得非常的清楚 包括你可能要写一个APP 他可能你要把这个APP描述 有什么功能 机器就帮你去做好 但如果你是一个理工生 你可能是没有去完成相关的工作的时候了 没有很好地去描述 他可能完成不了一个APP 所以在这里面 对于很多人来说 都有非常多的一些工作 我们的Power Platform的地外码的平台 融入了非常多的一些生态 不仅只是说 他可能就是拖拽 一些空间 或者是简单的配置 就可以完成相关的工作了 我们可以整合我们不同的一些应用 包括说在Office 365 跟Microsoft的Dynamics 365上面去做实现 另外还可以跟我们传统的这种SAP 或者Selfforce 这种企业的解决方案去做整合 而且他不会去排斥旧系统 他还可以继续的融入到新的系统里面 所以在这一块里面 Power Platform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平台 另外你可以去做很多的云端的支撑 这一块的话 除了他的智能化之外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说 那开发者去做什么了 既然你说的D代码这么神奇了 在AI的驱动上面 实际上他还可以去做很多的一些服务 因为跟企业内部的服务 有很多而是企业定制化的 那这个时候你必须要面临这个状况 就是我们要用好这些应用 在云端 在不同的一些解决方案上面 怎么去整合 像我们要去用到一些业务的场景 像我们的非结构化的数据 就必须要用到我们的AI 传统的这种AI的方式去做绑定 另外对于生成式的AI 有很多的企业提出不同的问题 像我在微软 可能会有些企业会提到 在国内 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信息的一些过滤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 我们可能用传统方法来做 也是可以的 另外我们的集群 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微服务 还是继续的去用 在前端 Power Platform的前端 在D代码的前面 我们可能连接的是不同的业务 但是这些业务是需要支撑的 像我们的AKS的方案 像我们的App Service 还有我们的Azure Functions 都是一些业务处理的东西 还有我们的一些系统的集成 像Inware Hub 像我们的Logic Apps 都是我们非常强大的一些工具 还有就是我们的数据户 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数据户在存储 所以这一块的话 Power Platform是一个完整的整格 它更多的是一些重点的 像D代码的部分 但实际上它的Bit End 它的后台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服务的支撑 还有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传统的这种开发工具 去做连接像我们的Git Hub 上面是Studio Code 还有我们的Azure AD 我们知道企业内部里面就有非常多的一些AD的解决方案 在里面的话你必须要这样做 而且在上面的话 它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中间层 或者是一些安全的模型 还有开箱即用的一些工具 都可以在里面去做 那我们谈了这么多之后 首先我们要来谈一下Power Apps的一个介绍 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传统的开发者 你要去开发一些跟业务相关的移动APP 或者是Best Top的APP的时候 你要掌握的知识是非常的多的 像iOS里面你可能要Swift 像Android里面你可能是Java 或者是Cotlin 然后在Windows上面你是Dotnet 你要去做一个UWP的方案 但是现在我们的业务在不断的变化 我们可能需要根据不同的数据 生成不同的一些应用 快速的到我们前端的一些应用场景上面 那这个时候你不可能去build一个APP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可能会去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APP Store的审核 或者是企业内部你要去发布 你要去完成相关的工作 那通过Power Apps 你可以快速的去应对 像老板说哎呀我要赶快的去看这个月的一些报表 那他打开手机肯定是找到这个企业内部的应用 那他打开Power Apps的build的这个应用的话 他可以快速的帮我们去完成 给到老板一些反馈 另外就是他可以连接不同的一些data 像我要知道这个月里面的一些销售的状况 每一周每一天的一些状况跟源源的变动 还有老板说哎呀我要做一个名片全人王 那这个时候以前的做法可能你要去找很多的一些APP 或者是一些AI知识来去整格 现在的话你用Power Apps跟我们的AI Builder相连接 就可以完成相关的工作了 对于Power Apps 有很多人会对他有不同的一些看法 像传统的开发人员 他会去跟我说啊 卢老师你去推DataMario啊 现在又去推Power Apps 对于我们来说啊 究竟怎么去选择 当你的业务场景不断的去变更啊 你需要去应对每个季度每个月啊 都有一些业务的一些场景的需求 特别是一些销售行业 还有一些零售行业 所谓的零售啊 还有一些物流行业啊 他们的业务可能变更的非常的快 那你这个时候 你可以通过Power Apps来去完成相关的工作啊 特别是你跟O36去做了整个之后 你可以去分析数据 可以去读取我们传统这文档 另外还可以去做啊 我们不同的一些呃的应用啊 跨平台的应用 现在你可能啊 说哎 Data开发者说哎呀 你的Mario就可以去做了 或者是友商的Fract 也可以去完成相关的工作 但实际上 他的开发并没有那么快啊 像我们的Power Apps啊 很多的企业可能更需要的是啊 做一个网页啊 然后去马上呢 去把这个产品啊 给给更新 因为我们现在的产品的迭代的周期 非常的快 你可能是一周啊 大家都是按周按天 来去完成相关的一些业绩 或者销售量的 像最近上海车展啊 友商有很多的车发布了新车 那你这个时候 你要去快速的去做一个网页啊 怎么样子去做啊 通过Power Apps 也可以帮你去完成相关的这种 前端的这种应用的这种介绍 客户只需要少少这个二维码啊 就可以到达这个介绍里面啊 非常的酷啊 另外就是我们要去看到的是一些 业务上面的转变啊 那我们Power Apps 它的功能非常的强大 好像说它提供了一个 全功能的一个D代码跟无代码的方案 你可以在上面去拖转啊 它有非常多的一些Connect 跟我们的一些业务做对接 还有跟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数据做对接 它集成的是不仅只是说单一的O305 它可以跟我们的Asian 跟我们的Dynamics 305 跟Power BI 再做一个大的整合 让你可以快速的去完成很多的一些业务 在疫情的时候 我知道有上海的同事通过Power Apps 来帮大家去收集那个 验核酸的数据啊 这些都是用Power Apps快速的去生成迭代的啊 特别是对于这种突发的这种 场景呢 Power Apps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另外它在安全上面啊 也是可以在企业上面去得到验证的 你还可以去扩展啊 这些空间对于企业的一些应用来说 都是非常的好用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布局啊 也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些场景啊 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布局啊 它有一些Canvas啊 通过Canvas来去排布啊 我们的应用 像我们可能会去做一些报销的时候 怎么样子去做啊 通过Power Apps可以完成 还有就是我们现代驱动的一些东西 像我们要去查啊 我们的一些产品啊 像我们的桌面电脑的销售的状况 一些场景啊 都可以在上面去使用 另外Portal啊 我们可以快速的建一个门库 直接的可以去订票 这对企业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啊 无论是企业或者是对客户啊 现在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景 那对于专业的开发者 再加上Power Apps呢 你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结合啊 它并不是取代了开发者啊 我们可以看到它在上面的话啊 也是融入到我们的整个云的一个场景上面 像我们的也可以用Azure DevOps 去规管我们的Power Apps的应用的一个发布啊 CICD的这种操作啊 持续的集成 持续的去deploy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的 另外它可以跟我们的数据 结合在一起 还有我们的不同的服务 像我们的API的Manager 像我们的Azure的Function 像我们的AKS的方案 还有Collective Service 这些的话都是可以在上面去用 去调用的 而在Power Apps上面呢 实际上它做的事情是人人能够编程 人人都可以拖拽空间 来去连接到我们的一些开发上面 的不同的组件上面啊 提供不同的服务 但对于开发者来说 他可能还是继续的去用 他原有的这种开发的一种习惯 来去完成相关的工作的 所以当很多人会去说 哎呀生成是AI跟D代码 完全的可以取代开发者 这并不是的 当然你可以说 Copilot可以帮你去完成一个AzureVision 帮你去deploy 帮你去完成CICD的工作 但是那实际上 你还是需要开发者去做一定的调试 一定的运维 当然你可以去用Copilot 去帮你去完成很多的东西 但是还是需要到人为的环节 来去构建相关的这种企业的backend服务 我们有很多的客户的案例 在里面的话 我们去构建了一个 比较在Power 他在使用Power Apps的时候 他填写是很容易填错的 内部审批流程又转来转去又很慢 很多的数据他没法分析 因为现在我们分析的数据 对于企业来说 这种数据的这种分析 有非常特定的一个时效性 或者是说一个应用场景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改变 它的这个报表 它这种分析就不一样了 像说现在 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政策的配套 加上去 然后再去做数据的分析 又要早上去改 但现在的话 通过Power Apps之后了 你可以基于我们传统的SharePoint的这种业务数据的 这种存储 在PC跟移动端都可以去审批 另外可以快速的去应对不同需求的这种数据分析 通过Power BI来去完成相关的工作 这个Power Apps的整个方案是非常的有用 而且通过这种D代码 你可以通过邮件 通过Teams 通过Power Automix 完整的去做集成 你的Power Apps 标出来的东西 你可以集成到Teams上面 也可以集成到邮件上面 而且还可以去进行到Power Automix上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邮件的场景 你好像说一定要去审批我们的工作 你可以把你的Power Apps 标出来的应用 直接的绑定到你的Outload的邮箱 直接的去审批 好像我们的应用是怎么样子的 直接的去用 另外你可以做成一个连接 用户直接收到邮箱之后 就可以根据这个连接进行相互的操作 这也是我们经常要做的事情 那我们的Power Apps 其实从想法 从表达的方式 上面都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景 你可能 我们新一代的Power Apps 你可能会去通过自然语言的描述 它就可以帮你去完成相关的工作了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另外的 通过自然语言 你可以发出一些指令 来去节省这样子的一些 复杂的一些构建 还有就是它的表达式 形式的这种设计 从几秒钟之内 它可以帮你去从图像跟设计 生成我们的应用 你只要描述的清楚 它可以快速的帮你去做 当现在融入了 抠拍了之后 我们可能只需要用到自然语言描述 它需要什么东西 然后就可以完成一个相关的操作 它可以通过直观的这种语言 来去完成相关的这种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工具 像说我要去build一个APP 那它帮我们 我们只需要在上面 这是我同事的一个截屏 在上面的话 它可能去创建一个页面 它要去Inception的一个APP 在里面的话 它就可以继续的去帮你创建 你可能你的页面上面 有一些什么按照数据 Inception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时间 一些类型 还有一些它的人名 然后它在上面的话 你可以去加上很多 跟我们的抠拍了 去做对话的时候 它可以快速的帮我们 去增加不同的一些行跟列 还有增加一些 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到我们 我们可以结合我们的抠拍了 来去完成相关的一些工作 那在上面的话 它可以快速的就帮我们 去根据我们的需求 去快速的去生成我们 Power Apps的page 直接的就可以拿来去用了 你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快速通过我们的抠拍了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我们用抠拍了 直接的在右边 就可以帮我们去生成相关的一些应用的一些操作 另外就可以帮我们去生成页面 这是非常低代码 而且不需要去拖拽空间 就直接可以deploy 直接可以用了 另外你还可以去做一些对话 去来完成相关的操作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们的Power Apps 连同了我们的Azure 在跟我们的AIGC生成式的AI 做结合之后 这种应用 你基本上你可以无缝的交给业务人员 他可以快速的去描述他的目标 他的展示 直接的可以应对客户的这种需求 另外我们的Power Automate 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工具 介绍完了Power Apps之后 我们进入到Power Automate 里面的话 他是自动执行我们很多的一些重复性的任务 他可以把我们从一个系统迁移到另外一个系统里面 他引导用户可以执行我们的工作流 每个阶段他都可以很快速的帮你去引导 另外他也有很多的连接器 现在我们RPA推广的最安生的潘老师 也经常提到这一块的东西 他也可以跟我们的基于我们的自动化 来基于我们的桌面的流程 来去完成相关的工作 它为Automax提供的功能也是非常强大的 他可以大规模的去做一些机动化 他可以去缩放 他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需求 结合本地跟云 一起来去完成我们的自动化的一些工作流的一些方式 来去完成相关的工作 从用户到开发者 再到IT的这种运媒人员 都是可以去设定的 另外还有就是跟我们的安全级别 来去完成相关的工作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你可以去无缝的去集成到我们的一些安全的熟性上面 因为Power Automix对企业来说 他这种流程化的这种自动化的流程管理了 是必须要考虑到安全性的 我们可以注入很多的一些安全的机制 另外他可以更快速的去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这里面的话还是跟地代码是相关的 他可以减少我们的很多的耗时 我们手动的这些任务 另外就是我们的一些自动化了 智能的自动化 他可以借助AI来去融合 可以帮我们去扫描一个报表 或是提取数据 或是图片上面的内容 都可以进行一个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Power Automix 也是融入了非常多的一些新的功能 在里面的话 他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去描述我们的整个工作流 你可以通过AI Co-Pilot几秒钟就可以帮你去完成了 另外他可以格式化我们的势力 我们可以输出我们的格式化的一些公式 通过Co-Pilot他可以帮我去输出公式 而且还可以帮我们去清理数据 去减少我们格式化数据的一些花费的时间 Co-Pilot里面呢 他的融入我们可以边聊天边去融入到这一块里面 那我们的Power Automix呢 其实在传统里面呢 Power Automix在如果一般的这种集成呢 它是可以集成我们的RPA的一些扩展 跟改善我们的业务流的 另外他还可以做到通知我们一些过期的业务流 因为我们知道整个企业里面 他的制度跟他的一个法律的规管上面呢 都有不同的一些需求 那你可以去设定这个任务流 有没有过期 特别是随着政策 随着我们的很多的一些企业的壮大化 是做业务的调整都可以在这里面去做 另外它是跟我们的很多的Connector连接在一起 如果你创建了工作流之后呢 可以打通的是什么 我们整个Power Platform里面的一些业务 制定的业务 那RPA呢 现在有两块了 现在我们看到机器人里面流程化的自动化了 有两块的东西 一个是有人职守的RPA 一个是无人职守的RPA 那什么是有人职守呢 从字面上来说 我们可能会去看到的是 这种需要人工去启动的 这种RPA的服务 它在通过启动的时候呢 它的场景是什么呢 是需要任务自动化的 它可能通过人工来去做一些设定 那它要求的就是说 你要去登录Login 然后呢有个人没得操作 OK 这个业务打勾之后 它就可以去做一些RPA的优化了 它受众的是什么呢 一些业务部门里面的一些面向与业务的这种开发者 面向的是一般的这种消费型的开发者 但是对于大公司来说 它的业务没有那么简单 它可能需要很多的一些自动化 像我们填表单 像我们的批核 像我们的一些采购的流程 它可能非常的复杂 你可能在Local的公司 国际化的一个公司吧 你要采购的话 你可能在本地先去提申请 然后提申请之后 老板签名 签名之后再到总部 你确认之后再到财务 财务再到 再倒回到我们的采购的团队 这里面的话就涉及到非常大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其实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去做一些有人职守的服务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复杂 那如果我们要去做优化的时候 你们更希望的是我们整个RPA的流程是自动化的 你并不需要去做一个打勾啊什么的操作 他就可以去帮你去触发 在里面的话呢 你可能是更希望的是说 你要去做整个业务流里面自动化的一些人 去设定的 你可以去做一些专用的一些机器人辅助你的工作 而并不是再需要人为的去干扰 或者是做一些人为的一些操作 才能够完成的业务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可以看一下这个场景 我们一般的文件处理里面 通过RPA啊 你可能要去读取Excel 然后根据某一些规则 来去帮你去找到一些相关的一些特点 然后把文件进行处理 其实就是对数据的一些清洗的工作 你可以看到在开始到结束里面呢 其实是通过Power Automate来去找到某一个文件夹里面的一些数据 然后再读取这些Excel 在Excel里面它可能含有一些表单的数据 然后再去找到一些准确的文件 你说要找到4月份 或者是某个月份某一个产品里面的竞销船 那这里面它也要帮我去提取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这些的话都是一个很自动化的流程 如果你是传统的开发者 你可能要去写代码 写代码又要做什么呢 里面的话你不是只是单单的像低代码那样去写一些工作流 你可能要去写的是完整整的一个解决方案 你首先你要读取文件夹 是吧 然后找到装一个Office的插件去读取Excel 然后写证找表达是找到一些数据 或者是你要找到一些AI的一些功能 要去写怎么去扫描这个单子 怎么去用这些相关的操作 然后再提取数据 根据不同的规律去完成相关的一些内容 这些的话都可以去做 所有的Power Automix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框架 我们可能会去做不同的一些工具 等到完成了工作流之后 现在我们可能都会去考虑怎么样子去做一个智能机器人 对吧 每个企业都会有智能机器人 ChatGPT也是企业内部的一个 很多人说ChatGPT之后 我们可能要去搭建一个企业内部的机器人 这个时候我们的Power Virtual Agent 就发挥了很多人来说 更希望的是有一个企业内部的一个AI 然后它可以辅助我们的一些工作 像我们的入职 像我们的一些工作流上面的申请 或者是跟业务相关的一些结合 就必须要用到这些相关的流程跟工作 那我们可以搭建成一个机器人 让他去回答 像我们要去登录内部的系统 或者是要去填报某一个信息 都可以通过机器人 然后加上我们很多的一些业务的场景 来去做一些应答 那同时我们可能更希望的是说 通过这种聊天的机制 能够找到一些业务流程上面的一些优化 也是可以的 那所以呢 现在Power Virtual Agent就给到你这个东西 它可以跟也是可以 现在新一代的Power Virtual Agent 也跟我们的Cobilot进行了一个整合 另外的就是我们的Conversation Boost 也有相关的一些内容的一些整合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整个Power Virtual Agent 在上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创建我们的Production 也可以去创建不同的一些应用 最简单的一个聊天机器人 里面的话 你可以去创建聊天机器人之后 给到名字 然后给到一个页面 就可以快速的去创建一个像机器人了 在里面的话 你可以跟我们的机器人做简单的对话 在上面的话 你可以问一些跟业务相关的一些问题 当然你可以对接你的数据户来去帮你去完成 相关的一些业务的工作 然后还可以去问一些简单的一些内容 然后我们去设定不同的一些data 或者是一些数据的一些工具 你可以设定不同的topic 然后它的规则是什么 那你这个时候你可以设定很多的一些内容的规则 像怎么去说再见 怎么去问好 或是你把一些语意 就像我们做NLP一样 去做相关的一些语意的设定 内容的设定 都是没问题的 所以这些的话 都是我们应用级别上面的东西 但是当我们想去整合这些应用到我们的自然化的时候 我们就有了AI Builder 刚才提到Power S Power Automate Power Virtual Agent 这些的话 都是一些应用层面上面的东西 你可以根据你不同的一些企业的内部的业务 使用这种d代码的解决方案 但是当我们要去增加AI的功能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用到AI Builder AI Builder的话 它可以去做我们很多的一些访问 像我们的AI的model 里面的话有视觉的 有表单的 还有一些像文本的 都有很多的模型给到大家 这个的话 如果你去了解认知服务 或者是一些工作的话 都是一些相关的一些公用的模型的话 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在上面 可以去做 然后另外的 现在可以结合我们的GPT的模型 跟我们的Azure的OpenAI打交道 结合在一起 可以完成非常非常多的工作 另外还可以整个AI Builder 刚才说了 你可以放到Power Automate Power Apps里面 或者是PVA 就是Power Virtual Agent里面 去完成相关的工作 你可以去做很多的智能化的一些实现 让你的整个D代码的场景 更具备了这种 像人工智能转化的这种能力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上面的话 我们可能会去管理这些邮件 我们通过邮件的管理 我们可能去做一个Power Automate 我们Power Automate里面 它就有很多的这种 业务的场景的这种结合 里面的话你可能会去创建 不同的一些业务的场景 做表单 然后整合出我们的一些 Azure OpenAI的 ChatGBT的方案 这些的话都是一些最新的 跟我们的Copilot 去做融合的一些内容 我这里面就不多说 因为大家可以去 现在可以去试用 这里面我们还可以 结合我们的Flow 来去完成我们相关的工作 按快 你可以把你的整个 Power Automate 直接融入到Teams里面 来去完成相关的工作 所以这种整合 是非常常见的部分 那我们还是要回到 我们的OpenAI 为什么 因为你第一代码再强 实际上面 我们的AI 是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有人会去提到 就是OpenAI 现在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模型 它可以促进的是 我们整个D代码的一些场景 更应用 像我们的Dali 它可能就是文本转图片 还有Codex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代码的生成 还有我们的Whisper 就是我们的一些语言的 一些辩论的一些过程 ChatGBT就是我们聊天机器人 GPT3就是我们的一些NLP的实现 在这里面 这些工具 其实都可以放到 我们的Power Platform上面 来去完成相关的工作 那我们在这里面 可以看到 我们的AI的场景 可以是这样说 OpenAI的引入 让微软的Azure的AI 有了一个质量的提升 之外还可以把整个AI的 全场景的应用都融入在里面 包括我们的Developer 跟Data and Scientist的方案 另外就是 它也可以在业务层上面 做整个 它可以为我们的Power Platform 为我们的D代码 去提供不同的一些解决方案 像刚才提到的AI Builder 它之前已经可以去 跟我们的聊天的服务 认知的服务 表单的服务 还有视频分析的服务连在一起 但现在的话 不仅有了这些场景 还加上了OpenAI 这种生成式AI的能力 也可以让企业 更快速的去 完成相关的工作 对于新一代的开发者来说 我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契机 可以把OpenAI 引入到地带 这个过程 你可以找到非常棒的一些工作 举个例子 有很多智能 有很多公司在转型 他们要目向的是智能化 你可以根据这些AI的知识 跟我们的D代码 融合在一起 来去推进 这样相关的一些工作 我们的OpenAI 现在不断的去做演变 当然了 现在已经到了GPT4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工具 对于很多的D代码的开发者 他们可能会去 得到OpenAI的能力 他们可能会去想 怎么样子去融入 这里面的话 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 OpenAI这家公司 它其实是一家 AI研究跟 模型部署的一家公司 它可能有很多的一些模型 在上面的话 我们现在谈的最多的 Chack GPT 去GPT3 它是基于它的达分期的一个模型 来去实现的 它可以去做规种 可以去做很多的一些创作内容的一些服务 当然在上面的话 它的ABCD还是存在的 像简单的分类 就是说ADA Badge 就是有一些语义的搜索的一些 匹配度 Carrie 就是我们所做的一些更复杂的 像做Embedding的时候的一些相关的操作 我们还会有QA的一些部分 当然在这上面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内容 在这上面可以融入到D代码 对于Power Apps 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这上面的话 如果融入了OpenAI 刚才我也提到了一些相关的部分 在这里面 我也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们的Power Apps 融入了一些GP的部分 跟自然语言理解的部分 都是非常的酷的 像我们的FEMA的一些APP的Design 我可以给大家去看一下 这是一个录屏 我们的FEMA 在上面的话 去创建一个应用 做一个Canvas的App 那我们可以去把这个Canvas的App 帮我们的App 跟我们的设计连在一起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去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些页面 它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些Item 在上面 那我们可能会去连一个Token 然后做成一次一个Table 这是我们可能是平板的一个应用 那它在上面的话 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些公式 通过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描述 它可以帮我们去来完成一些 排版布局的一些功能 那所以呢 在这上面的话呢 你可以基于Copilot 然后去完成相关的工作 当然你也可以上传一些图片 直接的去映射到Power Apps当中去 也可以去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图表 也可以在这上面的话 去做很多的Dataverse的工作 跟我们的一些数据原宇宙的连在一起 你看你可以upload一张图片 它可以快速的帮你去读取 找到这些数据来直接的去生成 一个相关的一个页面 你可以根据你的截图 就可以帮你生成这样子的Design了 然后去打通你的数据层 你可以看到在这上面的话 它直接就帮你去建了一个Table 直接的去做一些Column 然后要预览一下 然后直接的去Create 的时候就可以帮你快速的去生成 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可能这个就要等等 看一下能不能够快一点 可能这里面的话 我录的时候可能没有把这个东西给换了 反正它就可以帮你去生成这样的页面 然后另外的 我们可能去Colpilot 来去完成这些相关的功能 你可以在我们三月份的那个预览版里面 去获取到这些相关的内容 另外那就是我们的Colpilot的空间 可以添加在认可的这种Colpilot的这种体验 都可以放到任意的这种场景上面 它可以使用户能够有一个洞察力 可以通过AI的方式去帮我们去优化 这些查询的话是分析的能力 在这里面的话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我们可以完成相关的一些工作 另外我们的PVA Power Virtual Agent 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Power Virtual Agent 我们看到很多MVP已经在去谈这一块的一些内容 包括我们的同事 他可以跟我们的GPT去做一个支撑 可以在这上面的话 去做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可以看到Power Apps已经很强大了 Power Virtual Agent也很强大了 那Power Automate也是跟我们的GPT做了一些连接 可以在很简短的时间里面 当你去描绘了这些内容之后 它可以帮我们去生成工作流 你可以它这种方法是基于我们的OpenAI的Codis的方案 OpenAI里面的Codis是我们的一个GPT3里面的一个AI的模型 里面的话就是基于我们的Power Automix 来去完成的一些格式化 或是相关的一些工作 还有Power Virtual Agent 我们刚才也提到Power Virtual Agent 你可以在上面去创建不同的一些主题 在微软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内容 为了我们使用GPT的方式能处理 更容易做出发音乐器 为了我们的方式能处理 我们用GPT的方式可以发动 去发展更多的更多的 方式能处理 它们是更多的 方式能处理 它们在内容的方式能处理 技术需要发展 我们在为GPT的方式能处理 把发展工作的方式能处理 发展开放箱了 我们需要发展文件处理 发展文件处理 像创建筒 比如核心 发展文件处理 和核心 I can immediately test it to see Microsoft-specific bot responses without having to manually author any topics. When you boost your conversations with GPT, the bot will check for any existing manually authored topics that can be triggered. If none are available, the new GPT feature kicks in to find the right answer by searching across the various tenant data sources provided. We can identify relevant content from multiple different web pages on their website. GPT gathers this content and paraphrases a friendly, accurate response to return to the customer, improving traditional search capabilities. And remember, all we've done is provide one website address to the bot. With this feature, Power Virtual Agents solves two key problems for the industry. First, bots will be able to answer questions instantly out of the box, dramatically disrupting the traditional multi-month bot development cycle. Second, bots can now combine manually authored topics which deliver on specific use cases with the vast knowledge across the tenant's corpus, expanding the ability for bots to fulfill employee and customer needs, and lower escalation rates, which provides a greater cost savings and ultimately a better user experience.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of what's possible with GPT and Power Virtual Agents. Try it out for yourself at aka.ms.trypda. 这里面的话呢,其实是Power Virtual Agents 它可以去创建一个ChatBlog 跟我们的指定的一个网址做连接 那这个时候呢,当我们的内容 跟通过Bing的搜索 跟这个网址之后呢 它可以通过GPT的捷克这种搜寻的结果 来生成出一些答案 这样子呢,我觉得这个场景呢 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对于企业来说 有些用户对产品的不了解 那它可以快速的帮我们去完成相关的工作 在传统意义上面呢 机器人,我们的主题是有限的 那我们可能要去定制不同的一些工作 最早期的话你要去做一个订票 你要去做订票的流程 包括它的问题的分类 怎么去找到这些语义上面的实体 这些工作的话呢 都是非常非常多的人为的工作 那最后的话呢 问题呢也问不到的时候 最后就是转人工 就是大家解决的 但现在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PVA 解构我们的Bing社群跟GPT 来去完成相关的工作 另外那就是你可以去查询 一些网站的一些材料啊 包括一些手册啊 可以跟解构GPT的结果 来去完成相关的工作 而且机器人呢是一个开箱即用的 你可以不需要去有很大量的代码成本 就会完成的一些相关的工作 这个是一个五步法啊 它首先怎么做呢 它如果你去尝试了我们全新的 这个Power Virtual Agent的话 它可以接收用户的一些提示 就是我们的POM 还有一些预过滤的一些东西 我们预过滤了 可能会去做很多的一些东西 像一些敏感词啊 都可以去过滤 还有一些检测的一些 希望去特殊处理的一些工具 都可以在里面去做 另外在通过Bing的一些搜索 实际上它是通过Bing的API 来去完成相关的一些查询 你可以设定不同的一些罚值 然后呢 把Bing的结果呢 返回到GPT 让GPT去帮我们去做一些内容的生成 然后我们去继续的去过滤 过滤一些内容 然后完成回复啊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样子呢 就可以帮我们的D代码 来去解决更多的方案 所以在新一代的PVA里面 我觉得有这样多的功能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CodeEye 然后可以看到他的内容 进行其中处理 我们可以看到 Copilot不仅只是说 帮你去生成一些传统的这种代码 而且可以帮我们去 基于我们的工作流来 去完成相关的一些描述 生成一些工作流 这样子来去帮我们去基于我们的Prom 来去完成我们的一些业务流程的一些生成 它整合之后 还可以去跟我们的PVA 去进行调整一些工具 我觉得整块的一个Copilot的实现 也是我们的一个完善的一个步骤 我们可能会去通过 不同的一些内容创造者 它可能只是需要到简单的描述 像我们要去做一些 获取到用户的一些信息 生日 然后一些状态 或者是规种的一些 ID card相关的东西 都可以去描述 描述完之后了 其实它就可以帮我们去做一些简单的构建 怎么样子去结合我们的业务流 来去提取 来提取我们的Prom 然后生成我们的业务流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去做的 而且Maker可以用自然语言去进行一个提取 另外就是我们还可以去做一些简单的反馈 那我们谈了前段的应用 在新一代的AI Builder 我们还可以去看一下 AI Builder 在我们现有的这种模型上面 已经是非常强大了 在融入到Azure OpenAI的服务里面 就更加的厉害 它可以帮我们去归种 可以总结 还有做问答 你可以很简单的去通过一些脱拽的方式 结合我们的AI Builder 去完成相互的一些工作 你可能去点几步 就可以完成一些智能化的一些应用了 在这上面的话 今天我们就介绍了非常多的一些 像我们的一些OpenAI的一些内容 像我们的D代码的一些解决方案 有很多小伙伴说 卢老师 这些D代码的方案 我们能不能用了 其实都可以去用了 我们在我们的Microsoft Learn里面 就有很多的这些 实现了一些D代码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 当然你可以从Power Platform 在这上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Power Platform里面 会有很多的一些GPT的一些相关的功能 当然我们在这上面的话 有非常多的一些客户去用 对于学生的开发者 你可以融入不同的一些技术 在我们的商业技能上面 去融入更多的一些 学工业务上面的一些场景 有些人会问 对于Power Platform的整个平台 那我们要去了解更多 像Power Platform里面的一些概念 怎么样子去做 都可以在Power Platform的一个平台上面去了解 当然你可以去看我们的Document 微软的Document是非常非常完善的 你可以去学习我们Power Apps Power Automate Power BI跟Power Pages 我们都有很多的一些文档给到大家 当然我们的挑战赛 也会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今天讲到的一些基础的部分 还有一部分是进阶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Microsoft 不同的一些D代码的社区 来去引入的一些内容 这些的话都是大家所使用跟受欢迎的 今天我们的时间是有限 我没有去做更多的例子 但是接下来的这一年 我们的OpenAI肯定会有很多的DM的场景 会展示给大家 希望大家继续的去留意 我们的Microsoft React上面的一些直播 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 感谢大家